這隻洗流水你不需要天天用 只要一個星期用一兩次 它就能幫你清除頭皮和頭髮上的髒東西 究竟是哪隻洗流水那麼厲害? 我們馬上看看吧! 我繼續要你們支持 請你們按like、subscribe、鐘仔和share給你的朋友 如果有興趣參加成為我們會員的話 用上面的方法聯絡我吧! 頭皮的表層比較厚 而且油脂分泌比較多 所以我們更加需要認真地去清潔頭皮的油脂 健康的頭皮應該沒有痕癢、髮紅、鱗片、刺痛、粉刺 甚至乎生瘡 保持頭皮的清潔和健康 是令頭髮正常生長的重要一環 如果頭皮不能得到適當地照顧 日漬月累的油脂分泌、汗水和污垢 就會阻塞毛孔 結果就會引起一連串的問題 包括髮炎、痕癢、頭皮和脫頭髮 所以我們平時需要用一些溫和的洗頭水去洗頭 而隔一段時間 就需要徹底清潔頭髮和毛囊上 由皮脂分泌、頭皮、灰塵、噴髮膠 Gel等美髮用品混合而成的聚織物 大概一個星期用一兩次 視乎自己的頭皮性質而定 如果你屬於中性的頭皮 洗完頭即使過了一整天 都不會有明顯的油光 這樣其實兩天洗一次頭都可以 避免洗走正常分泌保護頭髮的油脂 如果是油性的頭皮 洗完頭未夠一天 就可以看到頭髮上有明顯的頭油 甚至乎塞口的髮型都會塌下來 屬於油性頭皮 可以每天用一些溫和的天然洗頭水去洗頭 例如形碎換髮洗髮雨 至於乾性的頭皮 頭脂分泌比較少 頭皮可能比較乾 而且比較粗造 而頭髮的尾部也可能因為缺乏油脂 而比較乾燥 你可能可以兩至三天才洗一次頭 但絕對不建議你四至五天才洗一次頭 這樣會因為積聚的死皮、頭油、塵埃 因而有機會令頭肉發炎 減慢頭髮的生長周期 Oh My God 當然 如果你可以的話 用完養髮液就更加能夠滋潤頭皮 使得頭髮生長得更加健康 令毛狼更加清潔 WOW 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看我另一條影片 有關於養髮液 之前我也有介紹過可以365天都用的洗頭水 凝睡換髮洗髮雨 今次就介紹這一隻 一個星期用一兩次的頭皮舒爽洗髮爐 它含有28種草本睡取物 當初提及的三種主要成分 包括山金奢花提取物 印度煉葉提取物 和美麗金合歡果提取物 山金奢水取物 已經證實具有抗菌的效用 而且能夠促進血液循環 緩解痛楚 加速癒合 傳統上用作洗頭水 是將植物的果實、葉和樹皮乾燥 磨成粉末 然後製成糊狀 雖然這種傳統的洗頭水 是不能夠產生正常的泡沫 但是它被認定為一種很好的清潔劑 它的性質均和 PH值低 不會洗走天然頭髮的油脂 印度煉葉提取物 可以抗增菌和細菌 使它在頭皮清潔劑中 非常受歡迎 因為它的抗氧化劑衡量 可以幫助皮膚保持水分 消除頭皮 同一時間都可以增強頭髮 和改善毛囊的健康 實際上 它甚至乎被用作傳統醫學 以刺激頭髮生長 並防止男性的突發 美麗金合歡果提取物 具有抗鹽抗菌作用 有些研究已經證實 可以減輕炎症引起的痛楚 並且減少皮膚發炎 縮短癒合的時間 由於它可以減輕炎症 同時可以清除堆積的油脂 並且可以殺死頭皮上的細菌 因此有很多人都認為 它可以幫助治療頭髮 和頭皮的疾病 例如頭髮過早變白 就很難預防了 頭髮變白的主要原因 取決於遺傳和環境因素 但是保持頭髮和毛囊的整體健康 就可以延長頭髮的生命周期 通過使用美麗金合歡果提取物 就可以延長頭髮的壽命 可以抵禦早期出現的白髮 它對脫髮、減少頭皮 頭髮開叉的現象都會有幫助 每次使用的時候 弄濕頭髮和頭皮之後 用適量的洗頭水 在掌心、起泡 然後在頭上按摩 等一分鐘之後再沖水 這樣就更加能夠 有效清潔頭皮和污垢了 其實我家裏有三種不同的艾多美洗頭水 會因應不同的喜好、天氣、頭髮的需要 去用不同的洗頭水 那你覺得三種洗頭水有什麼分別? 以我個人覺得 用愛多美洗頭水 頭皮和頭髮沒有那麼乾 如果不介意中草藥味的朋友 這一支都已經令到頭皮少了 頭髮生多了 而形碎換髮洗髮雨 簡直就是用換力飲 HemoHeme來洗頭 因為它頭三種的成分 就是當歸、村公、白灼 它的成分天然又珍貴 而且還很香 它又用了新的科技 去將營養所注在頭髮那裡 同時又不會阻礙頭髮吸收營養 簡直就是超級好用 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介紹這兩支洗頭水 至於頭皮舒爽洗髮露 我以前都用過類似的產品 但是就會令到頭髮很乾 我就覺得這一支 頭皮舒爽洗髮露 真真正正能夠可以幫到 頭皮和頭髮完全清走那些聚精物 但是又不會令到我的頭皮和頭髮特別乾燥 用的時候 因為它有薄荷的成分 就會令到我頭皮有一陣涼的感覺 會覺得很舒服 我覺得一定要推介給大家 絕對值得 家裡擁有兩支以上 艾多美的洗頭水 可以交替使用 令到頭皮健康 頭髮長多了 減少脫髮的現象 絕對值得投資 好了 時間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們覺得這個影片好 請你按讚 訂閱 鈴鐺 然後分享給大家 下次再見 如果你們想加入我的團隊 請透過Facebook 或Instagram聯絡我吧